接着我们做题目 我们先做不用算的 看图形就知道 现在有甲一两个车的VT图如图所示 他问我们叙述何者正确 甲的初速是 甲的初速是0 乙的初速是10 所以乙的初速是比较快的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了珠 那么选项ABC的判断说法 我要问你 所以我们答案选珠 但是我要问ABC 第一个问题是 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做等加速度运动 第二个问题是 请问你你怎么知道谁的加速度比较快 第三个问题是 你怎么判断谁的位移比较大 这个看图就会的事情 看图就会的事情 第一个问题是问你 你看到什么方法 去判断 他是不是做等加速度运动 是 为什么知道是 不是 为什么知道不是 你要找可爱小女生吗 我来 小女生 number one number one已经不存在了 number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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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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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用什么方法知道他是不是做等加速度运动 我前面交过了 我看图形就知道是不是等加速度 我看什么看出来 你做 前面交过VT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从头到尾只有一条直线就表示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加速就做等加速度运动 所以VT图如果画出一条斜直线就把他做什么运动 等加速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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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的直线呢 就是加速度为0 所谓的等速度运动 这就是我下的要问后面要问的问题 就是你怎么知道谁大 你怎么知道谁大 你可以算 因为他们都有数字对不对 你的数数是十五秒钟二十五可以算加速度 然后你当然就可以知道谁加速度比较大 不用算就知道 我要问的是什么不用算 我要问的是什么不用算 你不用算怎么知道谁的加速度比较大 我知道 不用算 我可以真的算出来 但是我不用算就知道你怎么知道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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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二十八 只有真大 只有真大 所以不能用算 不能用算 不能用算 用看 像话老线啊 看到什么 现在要是什么 算 算当然就知道谁大嘛 对不对 不要用算的 我怎么知道 你的数数比较大 就是 因为根本最后都是到二十 但是你的数数比较大 所以他要是二十八 你还是在算啊 请坐 你想做的是DELTA T DELTA V嘛 我的DELTA T一样嘛 谁在DELTA V大 谁就比较大嘛 你还是在算啊 你还是在算啊 你还是在算 对 谁比较斜就好了 前面跟你讲过吧 VP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 直线越写加速度 越大 你们只有班学过邪律 邪律大 邪律的比较金 邪律大 数学上叫邪律啊 还有个问题要解决 谁会移大 也一样 所有数字都给你了 你可以带公式 就可以算数位移多少 你就知道谁会移大 就知道这个位移大 所有数都给你了 不用算出来 不用算出来 用看了就知道谁会移大 你说你看怎么知道的 你看什么 尤其这个题目 如果是换成别的图啊 说不定还不容易看出来 画成这样子啊 一下就看出来 一下看出来 谁会移大 你怎么看出来 你看什么看出来 你看啥看出来 你看什么看出来 来 可爱大美女 可爱大美女 你们班有这号吗 有啊 新同学是不是 不对 14号有吗 没有 新同学13号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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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是谁啊 6号是谁 6号是谁 来 你跟我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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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谁就很高 看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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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看面积吗 请坐 对 看面积 8号 8号 VT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 面积代表位移 看面谁大 这一看的时候谁大 你大 多了上面一块啊 不是吗 对 对 对 不用算 我说过了可以算 所有数字都告诉我 我当然可以真的算出来 对不对 可是你不用算 就知道谁大 有重点 回到前面说过那句话 记好 VT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 直线越斜加速度越大 面积代表位移 然后你就可以判断出来 不用算就知道了 有keyword 当然 后面可能有计算题 那是另外一件事 可以吗 可以